接下來我們帶您來到南半球 澳洲的埃爾斯岩 烏魯魯 被稱為是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這裡1980年 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女嬰失踪案 當時林蒂一家五口 來到這裡露營 但是深夜時分 原本在帳篷睡覺的 九個月大的女嬰 卻突然消失不見 而且馬虎報到場 林蒂宣稱她看到了 是一隻野狗把她的小孩給叼走了 但是經過大規模搜尋之後 就是沒有看到 她說的會是實話嗎 然而有眼前的圓警發現 林蒂夫婦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異常的冷靜 難道小孩其實是被他們殺害的嗎 而進一步警方還在他們的車內 採集到有多處的血跡反應 難道女嬰的失踪 真的是一場陰謀嗎 隨著光影變化 綻放出不同風采 位於澳洲北領地的埃爾斯岩 烏魯魯被稱作是世界的中心 每年吸引許多觀光客造訪 平時更有許多人來到這裡露營 臨地牽著只有九州大的女兒 站在岩壁上由丈夫麥可拍下這張甜蜜照片 夫妻倆還帶著兩名兒子 一同來到艾爾斯岩露營 沒想到這個度假勝地 卻成為一起離奇命案的舞台 1980年8月16日晚上 林蒂在營地的烤肉涼亭 和其他露營同好一起聊天 好不容易把懷中的女兒哄睡之後 抱回到帳篷放在床上 沒想到過迷多久 突然一陣哭聲 劃破夜晚的寧靜 Dingo's got the baby Wonder, you can't drink it Oh, God, no, please, God help me Dingo's got my baby What 眼看自己的女兒竟然遭到野狗叼走 林蒂奮不顧身一入追進黑暗當中 只可惜野狗早已不見蹤影 警報火爆之後趕到露營區 詢問完事發經過 率領大隊人馬展開搜尋 只不過礙於天色太暗 一群人毫無掌握 事情發生之後 當地媒體爭相報導 林蒂與麥可夫婦 在鏡頭前顯得落落大方 毫不迴避記者的拍攝 對於採訪也是來者不知 在鏡頭前多次重複談起女兒失蹤的過程 不過夫婦倆的臉上卻沒有歇斯底里的痛苦 這也讓大眾開始起了異心 事發一周之後 警方在距離露營區四公里外 找到了一件染血的連身衣 詭異的是衣服上卻幾乎毫無破損 警方隨即找來了監視團隊 前往現場擴大調查 也針對連身衣進行採證 卻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但偏偏林蒂口中的外套 在現場就是便尋不著 更增加外界對她的質疑 案件經過半年偵辦 驗士官為了杜絕外界的疑慮 透過現場直播親自宣布調查結果 驗士官認為 林蒂與麥克是無辜的 但這樣的結果 檢警顯然並不滿意 決定要重啟調查 拿著女嬰穿的同款連身衣 前往現場模擬 更把衣服的照片 寄給倫敦的一名學者解釋 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果 尤其是一名學者解釋 尤其是一名學者解釋 即為謀殺案件 警方更出動大批見識人員 針對扣押的車輛仔細檢查 證據對林蒂夫婦來說 越來越不利 經過採證 車子副駕駛座內 有血跡噴漸痕跡 在二十二處都採集到血跡反應 除此之外 檢警也找來一隻野狗 實際測試發現 野狗的嘴巴大小 很難真的雕走一名嬰兒 面對如此一槍斃命的證據 媒體的提問 轉向對他們的不信任 警察被證明 有無法擋下司法的追查 林蒂與麥克再度被傳喚到庭 只是這回的身分 變成謀殺案被告 請你跟我們聊一會兒 你會想要回到這裡什麼話嗎 迎接他們的 不再是對無辜母親的憐憫 而是對狠心殺人魔的虛聲 各項鐵證被拿上法庭 也成為檢方猛攻的重要武器 你說,在打庭巴大小 應該從寶負的嬰兒 ya 當中在寶貝爾的貌子 過程當中 現在 哪個期間 從寶貝爾的嬰兒 你看, 彩骨 我暫時不是那 我只有其家一個人 我是說 面对检方的逼问 让林蒂难得动了气 但是林蒂仍然无法证明 当下真的有看到野狗叼着小孩 这起全国瞩目的案件 也将迎来法院宣判 对于林蒂难得动了 对于林蒂难得动 对于林蒂难得动 和她的婚姻 对于林蒂难得动 你觉得林蒂难得动 或不犯罪的判断 判断 在8.35 6时15分后 它变化 绝对于法院的判断 是被决定的判断 林立被判处有罪 终身监禁 坐在警车后座 被送往监狱 一起野狗叼走婴儿的意外 竟然变成狠心母亲 亲手杀害女儿的悲剧 爆炸性逆转 更成为澳洲史上 最大的谋杀案件 这起案件看到这边 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林立被指控杀害 自己的亲生女儿 被关进了监狱 而她狠心的行径 更是遭到世人唾弃 就连她当时受绑的时候 不断地坚称 是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 更成为各界嘲讽的对象 不过你还记得吗 林立她在被逮之后 她一直不断地坚称一件事情 她说当时她的女儿 也就证明女婴的身上 还有一件外套还没有找到 而那件外套 或许能够证明她的清白 只是这个说法 一直被警方认定 是脱罪之词 直到案件发生了六年之后 在靠近爱尔斯野的一处洞穴 真的找到了一件婴儿的衣物 难道这就是那件 林立口中消失的外套吗 林立被判处有罪后 当时那句 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 外界看来成为漫天大谎 也成为众多戏剧节目 调侃的对象 不过对于麦克雷说 还是坚持自己的亲白 林立入狱没有多久 就生下女儿卡丽娅 只是政府不同意 她家婴儿留在身边 因此麦克必须肩负起 养育三名儿女的责任 同时针对案件当中 始终没有找到女婴穿的外套 这点继续提起上诉 但都被法院驳回 直到案件发生六年后 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1986年 林立入狱四年后 警方在处理一起登山客失足案件 意外在附近 找到了一件婴儿外套 这件从头到尾被警方 视为不存在的外套 在野狗巢穴附近被发现之后 也成为林立没有说谎的铁证 她也随即获得释放 当它来到 领导会把所有人都在国内 完全被驱惊 林立终于回家了 邻居纷纷站出来鼓掌迎接 儿子也立即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因为这一分别 已经过了四年多 决案获得了再审的机会 也有越来越多 对林立有利的证词出现 事发前 银区附近就有野狗出没 这名目击者莫瑞 同时也是动物追踪专家 事发后 他发现野狗留下的脚翼 也不太寻常 从照片到足迹 在在显示 女婴被叼走的可能性之大 只不过这么重要的证词 怎么会没出现在法庭上呢 为了要有人为这起意味负责 警方刻意忽视这样的证据 就连林立车上的血迹 竟然也只是误会一场 由于林立夫妇住在煤矿小镇 空气当中的铜跟腥微粒 会造成试剂出现 和血液作用相同的阳性反应 因此林立车上采集到的血迹 也是错误的结果 贝里曾经在法庭上提出疑虑 但这项专家意见 却完全不被陪审团采纳 当时在陪审团讨论室中 所有人都被错误的证据 引导认为林立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因此作出有罪的结论 直到2012年 事发32年之后 林立才终于等到一句迟来的道歉 节目访谈中 林立手中的这张死亡证明 写下女婴的死是遭受到野狗袭击 等了好几十年终于还给她清白 但有些创伤却是磕下了就难以复原 母亲遭到误判坐牢 让两名年幼的儿子 童年时光遭到同学嘲笑霸凌 而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卡丽雅 多年之后也决定重回这个 改变整个家庭的伤心地 虽然林立因为自己误判 获得国赔130万元 但最终她和迈克离婚 进入第二段婚姻 一起离奇的命爱 也让原本应该的一家和乐 从此迫近南缘